深水埗這個監測站位於警署上面 離地17米 其餘12個一般監測站離地11至28米不等 馮建委質疑現時路邊監測站數量太少 不足以提供足夠資料保障市民健康 政府究竟有很多財政資源 為何不放在社區層面做量度工作 我們建議每一區都要有一個路邊監測站 才可以讓廣大市民包括了長者、小朋友 知道他們每一天面對空氣污染情況究竟是怎樣 這些地方的設計以我理解 其實從方向的意義上看 其實它的方法本身不是想看一條街和一條街的分別 它其實是希望知道整個香港的背景 和區域空氣的層面 它的空氣質素的改善情況是怎樣 凌智教授是研究全錦技術的專家 他說香港八成人口住在高樓之上 如果所有監測站都在地面 未必可以為市民提供實用的空氣質素資訊 至於增加多一些路邊監測站 他也認為有實際困難 這間的監測站本身有限制 因為它本身的方法 你需要一間房間 這樣有的地方 需要的資源都比較多 我們現在這麼多年一直在研究 是否有一些小一點的 比較便宜一點的 或者可以多得準一點的 一些深的監測方法 這步其實現在正在走 在九龍東 我們都有智慧燈柱走 也不大 整個尺寸 但裡面都可以監測到 我們一般監測站裡面看到的空氣五面的存放 監測站的位置本來都不夠 我也想知道我隔壁附近的存放點 或者我自己那條街的附近是怎樣 但是是否不夠 是否要增加多一些監測站 我想看這方面可能 反而是一個方法方面要改變 除了研發更有效益的全錦技術 凌智也都參與了科大一個研究團隊 因為這個颱風來的時候 就一直在聚集那裏 整個香港那些污染物 那些Ozoon concentration 越紅 那個濃度就越高 團隊設計了一款應用程式 利用大數據 為市民分析和預測 香港街道的空氣質素 現在就因為根據這個大數據 好處加上現在的技術 有些比較advance的modeling mathematical modeling 其實兩樣加上 可以給市民每一條街道的information 他們利用的數據 包括環保署的排放清單 運輸署的車樓 規劃署的樓宇資料等等 可以預測48小時內的空氣質素 細緻每條街的情況都預測到 如果我打算今晚我下班的時候 應該不應該出去跑步 現在3時就可以了 如果我想空氣質素好一點 才出去跑步 就是8時的時候 空氣質素去到2時 好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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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幾乎